如果大家把这些课弄完之后 就可以预测出来 大盘未来的变盘点了 哪一天变盘 比较简单 我们先说一下时间周期的一个推算方法 我有记录 那么我们时间周期包含了两种 第一种是线性循环时间周期 另外一种是非线性螺旋时间周期 什么意思呢 大家也知道 我们的牛顿定律 当时说的是什么呢 当时只给我们一个什么呢 距离 S等于VT 这个都学过吧 这个都学过吧 每一个人都学过 S等于VT S是距离 V是速度 乘以时间 最简单的公式 最简单的一个公式 这是关于物理学上面 关于线性的一个计算方法 就是如果是匀速运动 然后呢我们用这个速度 乘以时间就等于它的距离 好 这个是最简单的线性循环 但是呢 显然市场当中呢 是变速的 就从来就不会存在一个真正匀速的一个情况 比如说一个火车 对不对 它不可能从北京到上海 它也是同样的速度在前进 它是由快到慢 由快到慢 停停停停停停 这样子的 那么我们的 其实我们的股票也是一样的 其实我们理想 作为理想的话 是什么走势的方法 作为理想的走势就是 沿着一条45度现在走 这样的话就是理想的 为什么呢 好 走的高度 也就是价格 走的价格的高度就是 价格用 价格用这个怎么表示 H 等于 时间等于T 乘以生长的速度 对吧 价格就等于 这样的话已经算出来了 但是呢 股市是这样的 是混沌的 就是混乱不清的 没有头绪的 让人很难理解 到底这个自然界 存在什么样的规律 那么呢 就是后面讲的理论了 一开始我们学的都是 匀速运动 那到最后呢 我们学是开始家属运动 家属运动能描述 自然界的发生吗 当然不能 最后呢 量子力学 混沌理论 好 最后牵扯到一个混沌 理论当中最为重要的地方 就是分形的概念 什么叫做分形呢 来讲一下 大家看呀 看这张图吧 看这张图 这张图有什么特点呢 这张图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看这个小部分 跟这个部分是相同的 这个部分跟这个大部分是相同的 在小小部分的话 你看 又是跟这些部分全部是相同的 真正的宇宙 真正的宇宙就是这样子的 真正的宇宙的规律就是这样子的 一个小部分跟大部分是相同的 大部分的话呢 又跟大更大部分是相同的 就是分形的概念 真正的宇宙就是这样子的 真正的宇宙就是分形的 我们再看一下 有太多这种 太多这种分形的 这个宇宙就是分形的 我们的宇宙就是分形的 比如说这个 也是不断的扩大 对不对 不断的扩大 这是分形的概念 是这样子的 那么分形在我们的交易当中 是怎么使用呢 在我们交易中怎么使用呢 混乱无章 你怎么去看呢 对不对 怎么去使用呢 包括花朵也是 对吧 然后呢我们就 一个花朵 外面的花朵都是相似的 全部是相似的 但是怎么交易当中 怎么去把这个杂乱无章的东西 怎么进行计算呢 这告诉我们一点什么呢 分形的概念 告诉我们 宇宙是有规律的 什么规律呢 自相似性 哪怕就用一个小小的一个波段 用这个波段 就是这个小小的波段 就是整个行情的 DNA 用这个波段 就可以预测 股市的所有 听起来太难了 用这个波段 就能预测 股市的所有了 怎么可能 的确就是这样子 就是所谓的 分形的概念 那么怎么预测呢 黄金比例 对不对 我们一直讲一个黄金比例 黄金比例 也就是我们的1.618 好 只要把这个1.618弄明白就可以了 就把这个混沌理论搞明白了 好 那么我们就讲 第二个了 就是非线性的时间周期 就是混沌理论 其实大家要把这个都明白了 那真的很厉害 因为呢 吸引力法则也在这里面 吸引力法则也在这里面 过去 成语 1.618 等于现在 现在乘于1.618 等于未来 所以宇宙发展的规律 就这样子 用过去乘于1.618 就等于现在 现在乘于1.618 就是未来 这是宇宙发展的模式 我们继续看吧 好 刚才已经讲到了这个 第一个 刚才讲到这个 线性的循环时间周期 那无非就是 无非就是这个 循环时间周期的用法 就所谓的对称 对称的用法 对称是最于简单的 就是刚才说的那个 物理学上面讲的 这个一个点 一个点 那么对称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 上层指数 我们来找一下对称 就是所谓对称 对吧 这个走的是 规律性的 比如说二浪和四浪 容易走对称 这就是所谓的 对称时间周期 走的是相同的 其实本来宇宙就是这样子 就是一边走对称 一边走 一边走的对称 一边走的什么呢 螺旋 这边是四十九 这边应该也是五十吧 差一根K 大家想过为什么会这么走吗 宇宙为什么会走 四十九走五十吗 这样子的对称关系吗 正好正好走对称关系吗 这就是心体运动造成的 这就是心体运动造成的 因为心体是影响我们的大脑 比如说太阳 太阳喜欢走一圈 好这样的话呢 其实太阳走一圈 那么还有什么东西在走一圈呢 很多东西在走一圈 因为宇宙是全息的 好太阳喜欢走一圈 三百六十五天 积聚三百六十五六十五天 但是大家有没有吗 太阳其实在变化的 其实真的是在这个 太阳的轨道一直没有变吗 其实在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包括我们的宇宙这个 地球的这个组点 这个组点是一根线 这个地方 其实也在变化 也在不断的变化 大概是两千年 你是两万年还是两千年 我忘记了 换一个星座 所以呢 虽然说不变 还有在存在的微小的变化 那么现在的话 应该是保水瓶座的世纪 对不对 水瓶座的年代 这边在在走 所以是在变化的 所以有时候呢 我们就存在一个误差 本来十三十三 为什么在变化呢 在变异呢 因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 历史是向前发展的 所以呢 无论什么时候呢 我们会看到 有些东西在变化 有些东西在不断的进行变化的 好 首先呢 我们要弄明白 对称时间周期 这是最为简单 最为实用的 为什么呢 因为 比如说今年和明年 明年和后年 其实走的是对称 但是 在对称当中呢 我们的时代在发展 对称当中 我们的时代在发展 就是螺旋 比如说我们呢 人体也是一样 人体 我们人与人之间 对不对 我们是基本上对称关系的 但是我们人类 集体的发展呢 是走着黄金螺旋 0.618 这样子的啊 好 所以呢 我们第一点 要弄会对称 49呀 49呀 这样子的一个地方 你看这个位置 你看这个位置 基本上啊 好 这个位置 基本上差不多啊 基本上都在走49对称关系 对吧 误差一点点 这个位置 如果到49的话 基本上离底就不远了 果然是这样 是不是 那么这个地方 如果到49的话呢 离顶就不远了 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对吧 如果这边再到49的话呢 估计又可以到一个位置 好 我们就不再讲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 对称时间周期 是一个很好用的一个 时间周期方法 包括周级别 一样也可以 这时候呢 我们又想到一个问题 想到什么问题呢 我们只管对称的时候 我没有想过 我把这边插了 这边33 好 这边也是33 但是呢 怎么不转了 怎么不转了 它是存在无差的 因为说这个位置的话呢 肯定会有一个地点 肯定这个附近会有个地点 然后呢 还会有一层 还会要涨个几周之后 再回落 这个位置的地点 一定会存在的 对称时间周期 会存在一天 到两天的无差的 是很正常的 好 这些对称时间周期 大家画一下就行了 画一下就行了 一般的我们选择 顶到底 顶到底啊 这样子的 或者顶到底 不要 就是说 我们可以灵活去使用 比如说 顶到底 顶到这个地方的顶 然后呢 再来 这边顶到 另外那边顶 对吧 这样的话呢 如果还可以通过 共振的方法 对吧 这边如果 好 这个位置 133 然后我们进行控证 如果这个地方 还跟这个地方 有个时间周期 对吧 如果这边 跟这边有个时间周期 那么就这个地方 可以确认了 我们再找63 63这边 有没有时间周期 好 果然 很好了 那我们就知道 2017年的 11月份 大方有个重要时间点 2017年的 10月30号 就能计算出来 大盘 有个变盘点 我们提前一年 就可以预测到了 提前一年左右 就可以预测到了 怎么预测的 就通过这种方式预测的 对称与对称 对称 对称 然后这边对称 这边对称 然后呢 就是通过 大级别的对称 到小级别的对称 来进行一个共振 这个可以大级别 到小级别的共振 时间周期 同样可以啊 这边大级别 走了12345 小级别 也一样走了12345 这不就共振了吗 大级别买点了吗 所以我们时间周期 也可以一样 大级别对称 小级别对称 然后出现买点 这不是刚才分行的概念吗 不就是刚才分行的概念吗 我们也是一样 大级别 有的地方还走着对称 对不对 然后呢 通过小级别 大级别 这样的一个关系 所以大家把这个理论都明白 之后就简单了 好 对称时间周期的话呢 我们强调一点什么呢 我们能看得到的对称 是这样子的 看得到对称是这样子的 还有看不到对称呢 看不到对称 比如说心体的运动 什么叫心体运动呢 就比如说 假如 这个地方 暴跌 这个地方暴跌是土星海王九十度 然后这个地方暴跌呢 又是这样子的 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一模一样的 这边是土星海王九十度 这边也是土星海王九十度 这样的话呢 属于星象上面对称 星象上面对称 比如说 还有个人说出 比如说这个 太阳记得来到白羊座 来到什么星座 其实也走得对称 与二十节气 比如说这样的位置 每个位置 每个位置 其实太阳在走对称 因为太阳十五度 而这边又走十五度 太阳这边走十五度 这边走十五度 其实太阳在玩自己的对称 每个地方都是十五度 十五度 十五个 度 所以这个地方 太阳在走对称 所以我们不要 只知道这个时间周期有对称 我们要知道 星体也有走对称的 星体也在走对称 好 这边就结束了 关于对称的问题讲到这里 第二个人是我们讲这个 好 第二种时间周期 大家已经讲过了 刚才讲过呢 第一种是对称时间周期 第二种呢 就是所谓的 波浪理论时间周期 波浪理论时间周期的话呢 我们怎么使用的话呢 选择 高高 低低 高低 都可以进行测量 但是明点 明显的高低点最有效 注意波浪之间的比例关系 好 什么意思 我们呢 可以选择 来画线 对不对 预测未来时间点 好 这是 这个是低点到高点 这是低 低点到高点 低低 然后同样的话 我们可以选择什么呢 低低 这是高低吗 我们可以选择低点到低点 这个位置好像没有低点的低点 这边已经画好了 好 这边也可以 低低 这是低低 然后如果哪个地方 共振特别激烈的地方 那说明那个地方 容易形成变盘点 比如说这个位置 我们刚才是选择 这边画错了 对这样子 好 这样的话 哪个地方呢 如果共振特别激烈的地方 就容易变成变盘点 好 这是起点 两个起点一样的 这个地方选择 这个地方作为1比1的位置 这个位置的话 选择这个位置作为1比1的位置 那后面这个位变盘点 变盘点 变盘点 那么这个位置有个变盘点 我们算出来了 对不对 然后这个位置有个变盘点 像上的变盘点 也算出来了 包括这个位置变盘点也对了 这样的话 也是一种方法 我们可以选择 刚才说过了 可以选择高点到高点 也可以选择低点 高点到低点的方法 这样来划线 那这样划线的话呢 有一个缺点 什么缺点呢 太多了 时间周期 我去 你是时间周期 还怎么计算 没办法计算 太多了 太多了 怎么办呢 那么多的时间点 对不对 这时候呢 我们要考虑了比例关系了 波段与波段之间的比例关系了 不能只 这样的划下 就时间点了 那肯定不对 我们要考虑呢 波段波段之间 是成比例关系的 对吧 我们黄金的比例 这个地方都选 测量长度 我们都喜欢用一个 一点 这个一段的高度 乘于一点 两八算三浪的 我们时间也同样可以 时间也可以 比如说这边19 对不对 好 19 大概是19和20吧 20根K 为什么不可以吃到 乘于1.618呢 或者乘于2.0呢 乘于2.0 就是40根 40根K左右 或者是这个地方 多少 大概是 32 32 或者是40根K左右 对不对 不是这么算出来了吗 我们同样可以通过 我们既然价格 既然可以这么算 那我们这个位置 难道不可以这么算吗 价格都可以取一个波段 乘于 取这个这个地方 顶顶点的话呢 乘于1.618 所以来未来高度 那我们时间同样可以 时间 这个位置 一浪嘛 取这个波段 20乘于1.618 20乘于 20乘于1.5 这样的话就可以跟刚才 我们那里都已经共振了 还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波段 不是二浪跟四浪成比例关系吗 不是这个波段 跟这个比方成比例关系吗 不是这个波段 跟这个波段成比例关系吗 通过比例关系 同样可以预测出来 大盘的变盘点 好 就是我们呢 在这样的联系的时候呢 不要忘记一件事情 不要忘记呢 刚才选取这个点的时候呢 我们不要忘记 波段之间的比例关系 我们一直强调一下 强调一下波段之间的比例关系 好 这也能不能明白 明白打个1 对吧 我怕大家这个听 听着睡着了 然后呢 注意波段之间的 能不能明白打个1 就是我们呢 前面 前面那几个方法 乱的 画的有点乱 但是呢 我们这个方法就不乱了 好 好 继续 第二呢 九方图的时间周期 九方图的话呢 时间周期 我们第一步呢 记着米之格 A是米之格 第二呢 是第一个波段建立正方 第一个波段 我们那天已经讲过了 第一个波段就用这个 来建立正方的 对不对 第一个波段 来建立正方 比如说我们刚才20 对不对 我们就把这个位置 20这个位置建立正方 这里 这样的话呢 可以以这个地方 建立正方 20 20 20 以这个地方作为顶点 来建立正方 另外一种方法呢 是米之格 来建立正方 米之格 上的数字 好 这些数字要记得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预测 预测到未来大盘 哪个地方变盘了 好 这边就讲完了 好 第一呢 我们要注意的是 怎么呢 时间价格的共振 就是呢 如果时间到了 价格到了 我们就共振 然后多级别的共振 多起点的共振 比如说周级别告诉我们这个地方变盘了 周级别告诉我们这个这周变盘 然后日级别有告诉我们这一周的话呢 一个日的地方 周级别到日级别 月级别到月级别 这样的话呢 像区间套一样 我们可以找到了日级别的反弹点 或者日级别我们到时级别 这样的话我们预测出来大盘的中级的变盘点 比如说这个位置吧 举例子 比如说这个位置 我们怎么预测到变盘呢 这个位置变盘 然后呢 我们要在小级别就算预测出来了 我们当时就是这样画出来 对不对 以这个地方 我们刚才是日级别的变盘点 然后呢 还有一个 对吧 这样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预测到啊 预测到什么呢 我们知道 这个是多少号来的 27号变盘 27号变盘的又加个这个呢 我们基本上我们可以预测 提前预测到 27号那一天日级别 然后呢 又去预测到 这个都什么级别 30分钟级别 所以我们又可以预测 30分钟级别的变盘点 那么就厉害了吗 从日级别到 再小级别 这样的话成功率更高一些 也有所谓的共振 好 就是所谓的共振的方法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把 这个 这个几个地方 讲完了啊 时间周期只包含两种 第一种是 对称时间周期 第二种是 飞行循环 螺旋曲时间周期 这两种讲完了 然后我们讲 占星的时间周期 又说呢 刚才那些东西啊 有点麻烦 它存在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存在一个问题 有不确定性 就是你哪里知道 对吧 我们算出来的位置了啊 比如说我现在拉一个比例线 日级别 那么这个位置就一定变满吗 这位行程高点还是低点 对吧 包括这个位置一定是变满点吗 当然不一定 那么怎么样增加成功率呢 找共振 那么你找波浪理论共振 保这个交流理论共振 虽然有一定的准确性 比如说这个位置 有一定啊 当然是有一定的 但是你胆子小呀 还是不敢买 这个位置 对吧 二十九 二十八 二十九 是米之格了 二十八对吧 是米之格了 虽然已经有共振了 但是呢 心里面总觉得有点不对劲 这个位置一定变满吗 的确是二十八了 是米之格了 对吧 这个波浪理论 跟江理论已经共振了 告诉我们这边是变满点了 但是我们心里面 这个位置一定百分百对吗 当然不知道 但是如果这个地方有个星象 如果这个地方告诉我们 有个星象告诉我这边反转了 那么是不是成功率就太高了 大家能不能理解 我们算出来这个地方有个时间周期了 如果这边还有一个星象告诉我们反转了 那么就更好了吗 这是原理啊 这个时候我们只要记得哪些星象会反转就可以了 对不对 大家能不能理解 理解打个二 理解打个二 是不是 这样数学计算的方法 是不是有局限性 就会告诉我们多点 这个位置有变满 这个位置有变满点 有点不确定性 好运活能不能明白 好运活能不能明白 那我们就 就是刚才这个 复利之前老师学教授理论 再怎么学 没有用 到时候有不确定性 到底变不变盘 有时候变盘 有时候不变盘 怎么办 怎么提高变盘成功率呢 这样的话就用到了星象 我们看一下 哪些星象会变盘呢 第一个 行星的顺行逆行 注意开始终点和结束 行星顺行和逆行的时候容易变盘 为什么 为什么行星会逆行呢 就是因为我们站在地球上面 我们站在地球上面 然后看到呢 有些行星走得快 有些走得慢 这是我们的生活地球上面 然后有些行星走得快 有些行星走得慢 地球也在转 对不对 我们就感觉到呢 在走 然后在走 但是因为走的这个速度的问题 我这边都已经转圈了 这个地方还在走 所以我们感觉到这个行星在倒着走 或者说有的行星 这个大家能理解吧 能理解我就不再讲了 好 你可能前两天没有听 可能不懂 他们能 他们已经能懂了 我们要注意开始终点和结束 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们都知道啊 行星是掌握着这个 我们的思想不是行星控制的吗 如果行星走的时候 如果突然停着了 那我们是不是思想也在变化 我们因为心体的运动控制我们大脑 突然大脑心 心体不走了 然后倒着走了 倒着走过之后呢 又回过来偷走 这样的话呢 不就形成了大盘的变盘点吗 所以大盘的变盘点就出现了 出现在什么位置呢 行星的顺行逆行 为什么开始结束 为什么要注意终点呢 什么都长个二分之一 都长个对称 所以行星在终点的时候 也是我们的变盘点 好我们就可以看了 怎么去查呢 怎么去查呢 我们打开的网址是公神兴王 这个网站 这是一个台湾的网站 然后呢 需要把这个网址 大家记录一下 把这个网址的话呢 寄到这个位置 加入到收藏夹里面 把这个网址 就收藏夹里面 看我有几个 我的一个是坚实 我一个是 我一个是这个 这个财联社 我一个是策策 还有工程新网 好打开工程新网以后呢 怎么打开呢 第二步是打开 倾向日丽 然后怎么办呢 打开个星向日丽以后 怎么办 打开 看一下 有哪些行星 在顺行 在逆行 那么为什么大盘 在26号左右 会形成重要时间周期 大家看到吗 哦 原来是闽王 闽王心顺行了 我们再看一下 8 9月20 9月这个20多号的话呢 为什么形成高点 9月22号 顺行对不对 告诉我们 哦 原来顺行的地方 容易形成大盘的变盘点啊 我们看逆行的地方 形成了没有 好 在8月30号左右 8月30号 对吧 也形成了啊 然后我们看终点 我们再找一下 8月30号和这个地方的终点 是哪里啊 这是8月30号附近 然后这个月是 8月22号 9月22号 那么终点的话呢 在 总共是 大概是 20点左右 对吧 20 11天左右 11天的话 应该在 11天 那就是 9月10号左右 对不对 10号 或者是9号左右 这个位置 变盘点 这个位置 你说我们要注意呢 行星开始逆行的地方 结束的位置 以及终点的位置 形成变盘点 开始的位置 结束的位置 及终点的位置 形成变盘点 好 这个大家明白吗 好 先把这个发一下 好 开始 结束和终点 能明白吗 明白打个1 我们再来举例子 再来举例子 2015年 6月12号 大盘暴跌 行政高点以后 暴跌 我们看一下 2015年的 6月12号 发生了什么 好 这个地方呢 发生了 顺行 加逆行 对吧 那么说明趋势的改变 因为 因为心体是控制 我们大脑运行的 这样的话呢 就知道 我们大脑 发生大的变化了 那么趋势在变化 好 于是乎 大盘了 6月13号 在这个位置 就进行了暴跌 那么什么时候结束呢 我们看一下 结束的位置 比如说 你这不是海王星 海王星逆行 是这样子吗 那如果再次逆行呢 如果海王星再次逆行 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当然有了 2015年的 2016年的6月份 海王星再次逆行 6月14号 早上凌晨 比如说在 6月13号 6月14号 这个位置 海王星再次逆行 好 这一次逆行 但呢 就是让我们呢 5178这个位置逆行 那么这个位置 6月13号 6月14号 这个位置 发生了什么呢 2016年 这里 对不对 好 就这样子的 所以行星的逆行的话呢 容易变成变盘点 这里面我要讲一下 一个问题 就说并不是 行星的逆行 我们要关注的是 行星的周期 行星的周期 为什么要关注行星的周期呢 行星的周期 我写这里啊 周期越大的行星 它的逆行影响力越大 就比如说 冥王星逆行 它可能会提前 提前就会有影响了 冥王星逆行 它会提前影响到股市的下跌 或者上涨 为什么呢 它的最大的周期 周期最大 它是248年 所以呢 他们这些行星 如果逆行了 他们影响的事件也大 他们 股市的话呢 可以提前下跌 或者提前上涨 这是冥王星的 那么 之后呢 是海王星 再之后呢 是天王星 这是大小啊 周期大小 天王星过了 是土星 土星过了之后 是木星 木星过了之后呢 是 火星 然后是金星 然后之后呢 水星之类的 好 所以呢 后面的行星 逆行 影响法小 影响法小 可能是当天 他们只影响当天的行情的反转 但是 但是呢 冥王星逆行的话呢 它的造成影响是非常大的 可以提前 冥王星逆行 相当于是周级别的下跌 水星逆行的话呢 只是日级别的 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啊 因为 冥王星是最门的行星 而这时候呢 我们要忽略 不能忽略一个问题 为什么水星逆行 最容易反转呢 为什么水星逆行 对我们来说特别重要呢 因为水星代表的是交流 交易 所以呢 那么水星逆行的话 就是交易 反转了呗 交易量的一个问题 所以呢 对我们股市影响特别大 好 再说一下逆行是什么意思 逆行的话 在占音量来说的话呢 其实意思就是修复的意思 逆行就是修复的意思 就比如说 之前涨的太多了 那逆行的话会变成下跌 如果跌了太多了 就会上涨 板块也是一样啊 如果之前这个板块 一直在上涨 那么发生一个水星逆行的话呢 这个板块 可能就要回落了 好 这个能不能理解 理解打个一 如果之前一个板块在上涨 如果一个水星逆行啊之类的 有可能这个板块 或者这个腰骨就要下跌了 好 都能理解 代表趋势的改变 好 所以呢 如果当时 哎 你跟这个 跟一个人感情很好 对不对 如果跟他感情特别好 跟一个人恋爱感情特别好 水星逆行会让你干什么呢 可能 哎 开始吵架了 那如果 如果之前的一个老朋友 对不对 突然多少年不见面了 多少年都已经断绝联系了 水星逆行的话呢 因为代表修复嘛 可以可以修复你们的感情 可以让你们变好 所以呢 宇宙也有宇宙的规律 什么规律呢 走得太快的事情 有些时候呢 我们需要 我们呢 需要在走行走的时候呢 在观赏 在历史前进步的时候呢 需要停下来 思考一下问题 来补习一下 好 这是对于行星逆行 对我们人类的影响 以及 对于这个 对于这个大盘的影响 我们再说一下 行星逆行会发生什么事情 冥王心逆行 冥王心代表着重生的力量 所以呢 那冥王心呢 会改革 比如说冥王心在 现在是在我们的摩羯 摩羯座代表的是改革 或者是土地 对吧 因为在摩羯座嘛 好 天王心代表什么呢 逆行是代表的突变 会来的带来什么呢 冥王心 其实的对应的板块 大家也知道煤炭 有色 还有中药 化工 化学用品等等 这个是冥王心所带给我们的 那么 天王心带给我们的是突变 突然的变化 那么天王心对应的板块是 科技 然后呢 还有这个 互联网 航远 航天 这样的一些板块 电力 好 这个的话呢 是代表这样子的 那么天王心呢 如果变的话呢 如果突然逆行或顺行的时候呢 会突然的事情 会消息 我们天我们会突然接到非常重要的事情会发生 这会是海王心 如果海王心逆行的话呢 可能是因为海王心代表的欺骗 对吧 那么大家也知道 那当时欺骗了我们什么呢 MACI 不是要加入什么什么组织吗 对不对 没有加入进去 然后暴跌了 是不是 对吧 代表欺骗 海王心给我们的历史是欺骗 然后这个地方呢 会影响什么呢 海王心代表的是石油 大海 航云 沐鱼 沐鱼 然后还有 酿酒 还有是 虚拟现实 VR 电影也可以 因为这边代表的是虚幻的东西 电影呀不是虚幻的吗 VR 虚拟现实 酿酒的话呢 让我们虚幻的 让我们喝药 让我们吃这个 这个喝酒的话 就让我们迷惑了 沐鱼 然后呢 航运和石油 好 这样的话呢 然后继续 土星带给我们的 土星让我们带给我们的是改革 还是改革 那个改革是翻天覆地的改革 这给我们带来什么呢 严肃啊 务实的改革 就是我们以前做事情啊 不够严肃 那土星逆行呢 让我们更加严肃 这种改革 好 木星带给我们的是 是 比如说本来好运 对不对 那木星也有变态的时候 对吧 木星本来代表好的地方 但是给我们带来的话呢 是一种 七型的好运 对吧 比如说 可能不是我们想要的好运 然后火星逆行呢 这时候呢 我会怎么样呢 可能是我们的行动力 本来我们特别运动员特别厉害 但是我们可能突然就变得不厉害了 不厉害了 本来火星是给我们带来运动的 运动力 但是呢 火星逆行 突然我们就缺乏了行动力了 或者之前突然没有行动力 突然变得有行动力了 金星 代表爱情或者爱好 所以如果金星逆行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真的跟老情人见面了 也可能正好我们改变了某种爱好 比如说我本来吃辣椒的 变成了喜欢吃辣椒 不喜欢吃辣椒的 变成喜欢吃辣椒的 那么水星逆行会变成什么呢 我们的交流会出现问题 交通会出现问题 对不对 交易量也会出现问题 沟通 所以大家这些也要先明白 那么其他几个行星 太阳啊 月亮 是没有逆行的 太阳月亮是没有逆行的 只有别的行星会逆行 好逆行就讲到这里 然后我们开始讲 星月满月 玄月和日月时 大家都知道啊 月亮 月亮 它是离我们地球最近的 所以呢 对我们的影响是最大的 而且月亮是转的最快的 对不对 月亮是一直围绕地球转 它是地球的一个卫星 大家知道呢 地球 75%是水 所以呢 我们人体也是水座的 所以呢 既然月亮能控制潮汐现象 对不对 那么呢 它既然可以控制我们的内心了 我们的人了 因为我们人也是水座的 所以呢 那我们的大脑的话呢 我们的情绪是受到月亮控制的 所以月亮代表一个人的灵魂和情绪 所以来说呢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 我们特别要关注的是什么时候呢 星月满月 玄月 日月时的时候 这个时候 大盘容易形成拐点 星月满月 玄月 日月时 这时候呢 大家不要不要去问啊 这个星月是好 买月是好等等 它仅仅是翻转点啊 星月满月 玄月 日月时 这是翻转点 这时候我也跟大家说一下 用占星的角度啊 去考虑一下 分析一下星月满月 而这个时候呢 比如说 太阳和月亮在一起呢 这是太阳 然后这个地方有个月亮在一起了 这样的话构成了一个星月 这个地方 这个星月是好是坏呢 不要认为星月一定是好的 新的因为代表新的开始 对吧 这时候我们要关注什么呢 发生星月当天 太阳和月亮的相位 如果这个时候呢 如果有个特别好的星象 这样子的 大三角 跟太阳和月亮都形成大三角 那自然是好的 这个星月OK 但如果这个时候 有一个是T三角 那显然 这个星月是坏的啊 所以我们在分析 这个星月是好是坏的时候 我们要分析 当天 发生星月当天 有发生了哪一些 哪一些星象 太阳和月亮 都和哪些星星成了相位 如果发生那天 星月发生那天 然后木星也加入进来 那肯定是好呀 如果土星加入进来 那肯定是坏呀 好 这是关于满月 星月 玄月 日月时的问题 好 那么 这是星月 对不对 太阳和月亮在一起 是星月 好 这是月亮 绿色的 然后呢 当月亮 因为月亮走得快嘛 对吧 月亮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好 这边乘90度 就是悬月了 那到往这边 悬月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是满月了 是上悬月 然后这边呢 到这边的是下悬月 好 当太阳和月亮 阻挡那个 这个就不就讲了 这个会查月型了 就是日月时了 日月时的影响 是半年之久 所以 至月时的能量的话 又大于 星月满月 悬月了 日月时又更加重要一些 好 之后呢 说二世节气 大家都知道啊 大家知道呢 黄岛的十二星座 是十二星座 当太阳进入白羊座的话呢 是第一个节 然后白羊座 15度的时候 是第一个气 这一个节 这是一个气 应该是雨水啊 是不是雨水 我忘记了 这边是春风 然后呢 这是雨水 这时候我们要记得 也有重要性了 这边也有分重要性了 因为哪一些重要呢 二分二字最重要 二分二字最重要 因为他把一个 一个二世节气 分成四部分 春风 秋风 然后呢 是 夏至 冬至 所以呢 这几个地方 一定是变成重要的 变盘点 大家不要忘记了 春风 秋风 夏至 冬至的时候 变盘点 特别强烈 然后还是哪里呢 节的变盘点 要大于气的变盘点 为什么呢 因为节 节代表的是什么呢 直接是换星座啊 然后气的话呢 也是 节是换星座 气的话呢 是15度 好 这个地方呢 我们出现一个问题 那么太阳走到15度 是个时间点 我想问一下问题 木星如果走到一个 星座的15度 是不是时间点 木星如果现在在天秤座 对不对 那木星 比如处女 是去年在处女座 对不对 那么木星走到 处女座15度的时候 是不是时间点 大家认为 认为 是的话 打个八 对吧 我们 太阳是 月亮都是走时间点 那么 木星走到15度 是不是时间点呢 一个 星座的15度 是不是时间点 能不能理解 没有一个人打八吗 木星走到一个星座 15度 月亮的明白 音音能不能明白 夏令能不能明白 好 大家记得就行了 大家记得就行了 好 不明白 这没办法 这个 嗯 我再讲详细一些 就是一个星座 大家也知道吗 因为我们都说过一件事情 就是 如果一个行星 进一个星座 如果一个行星 进入到一个星座里面 就激发了 这个星座的能量 就释放了 这个星座能量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不同星座出身的人 哪怕就像他一天 对吧 你是 你是处女座的 我是天真座的 那么中间就差那一点点 那么性格变化太大了 所以我们要非常关注的是 我们既然变化一天 关注那么大 那么终点呢 肯定也大啊 一个星座的终点 那个位置 变化也很大 这就是所谓的 分 分类 分割方法嘛 对不对 二分法嘛 好 二十四节气讲完了 二十四节气讲完了 我们不需要弄懂 那个二十四节气 什么意思啊 不需要弄懂 好 大家以后 等大家学会那个地方 学会这个 这个 五行的时候 我会叫大家二十节气 现在这个节气是木 还是土 什么的 这样的话呢 又可以来判断了 第四点 行星换星座 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 那么刚才就说了 行星换星座 就是激活了这个星座的能量 比如说 目前的话是在四字座的时候 如果一个行星 从四字座到达处女座 它就会变成很多的东西出来 比如说我们大盘 比如说这个吧 这个我们的木星 在这个位置 木星从这个位置啊 狮子座 之前是狮子座 这边是处女座 这变化 一种能量的变化 一种能量的变化 它就下跌了 包括我们的 这个位置 9月9号 木星进入天正座 对不对 9月9号 木星进入天正座 这个位置 我们看一下也是一样啊 9月9号 在这个位置 这里 木星进入天正座 大盘 换了啊 换了 包括 我们再找一下以前的啊 找一下以前的 还有哪一次是木星换星座 行星换星座造成大盘的变盘的 我看一下这一次 9月2号这次是不是 9月2号是这个 是新月 对不对 9月2号是新月 9月2号不是 那么 9月2号不是 那么什么地方是 嗯 9月2号不是 那么 8月25号是什么 而是旋月 而是旋月 也不是 8月25号也不是 那就是这个 8月16号 8月16号也不是 那就是 这个 我们来找一个啊 找一个例子 8月1号是什么 好 8月1号是 大家看这个位置 好 8月1号的时候 水星进入处女座 好 这31号吧 因为周日嘛 周日发生了 周日发生了 水星进入处女座 然后之后呢 变盘点 8月1号就变成了高 8月4 8月1号就变成了地点 水星换星座 8月1号变盘点 好 我们继续 好 星星换星座讲完了 星星换星座比较简单 同样也是一样 美王星换星座的话呢 可以提前几天 大盘就会变盘了 火星也是一样 因为他们大周星星星的话呢 可能会比较快一些 那么金星 水星 太阳啊 换星座 太阳换星座 还包括这个 金星换星座 这样的话呢 都是比较这个 都是比较啊 金星换星座 或者水星换星座 他们的影响是比较小 这是当天变盘的啊 他们可能当天变盘 就不会提前变盘 不会提前太多 还有呢 我们强调一个月亮换星座啊 月亮在天天换星座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位置 比如说 我们看看啊 月亮进入宝瓶座 对不对 月亮进入双异座 隔两天就换一次 隔两天就换一次 月亮进入摩羯座 因为月亮周期是 两天半一个星座呀 两天左右一个星座 因为一个月是多少天呢 28天 总共有 月亮那个农历 对不对 一个月的话是28天 那么呢 总共走了多少 月亮的话呢 走的是这个 总共是 总共12星座 大概有就是 这个是乘以多少 两点几天嘛 对吧 两天多 两天多月亮走过星座 所以呢 月亮天天换星座 你不可能大盘 天天变盘嘛 所以月亮的换星座 仅仅是日内的反转点 月亮换星座 有可能是日内的反转点 月亮换星座 是日内的反转点 大家要记一下啊 好 我们继续 好 第五点 历史 重大星座 和格局 重要高低点的星座 再次发生 需特别注意 就比如说 这个 我们呢 之前已经说过一个 日暮相位 对吧 日星 日太阳和木星的一个相位 太阳和木星在一起的时候 大盘就会形成高点和低点 就那么神奇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太阳和木星 这是木星 然后成核相的时候 大盘 建成低点 然后在这个位置 大盘和木星 成96的时候下跌 这个 每一次太阳和木星 大盘必形成高点和低点 就是这样的神奇的地方 日暮相位 包括这个位置 26号 日暮相位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 好 9月26号 日暮相位 这里 太阳和木星合相 这个位置 所以呢 如果我们去多去统计 那么简单了 我们就知道 哪些相位是涨 哪些相位是跌 哪些相位是反转点 比如说木鸣相位 大家看到呢 这个三月份左右 大盘在三月十几号左右 木星和冥王星 是成这里 三月十几号附近 这两大集星在一起 大盘是上涨的 有这个位置 这波上涨是木鸣相位 好 因为木鸣在逆行 这边发生逆顺行了 然后又回来一次 木鸣相位 也是这波上涨 所以两次上涨 都是木鸣相位的上涨 一模一样 就是木鸣相位 木鸣和冥王星在一起 大盘就上涨 这样的话就变比什么指标都好用了 比什么指标都好用 木鸣相位就上涨 好 就是我们呢 了解历史上重要高利点的 倾向再次发生 更需要注意 好 继续 第六 我要写个第六点了 添加比以前不一样东西 我就放下来 就是说 行运盘上 大盘的行运盘上 激活重要的敏感点 也是反转点 比如说 我们自己讲过了什么呢 如果这大盘的出生图 大盘出生的时候 天象是这样子的 如果我们的敏感点 有哪些敏感点呢 比如说 这个位置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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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们的天底 天底的位置 大盘的这个位置 变成重要的反转点 这样的位置 发生反转点 所以这些敏感点的话 是变成重要的反转点的 敏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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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他们所在的位置 比如说 木星大盘在这里 如果有行星 再去合这个行星 那么就变成了变盘点 这个的话呢 我以后教大家 以后教大家 这个是 只是说一下 变盘点 好 原则上是反转 这些星象啊 原则是反转 涨多了就跌 跌多了就涨 原则上是反转 涨多了就跌 跌多了就涨 好 这是我们的 关于重要星象反转点 已经包含了 123456 6点 如果把这个6点都明白的话呢 基本上 大盘所有的反转点 全部在我们星象上面 这样的话呢 如果跟我们的 刚才我们教大家的啊 比如说 不对称时间 比如说我们想预测 三月份的时间点 测量一下 对称的时候 有没有时间点 今天有没有时间点 波浪理论 有没有时间点 然后这个地方 有没有时间点 带着理论 带着理论没教大家 现在呢 我们只要会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我们预测的地方 有时间点 然后呢 这边有个重要星象 就板上钉钉了 90%以上了 这是我们为什么预测到 9月27号 这个地方 大盘有变盘点的原因 为什么呢 火星换星座 对不对 好 比如说我们来例子 9月27号 怎么预测到大盘会 9月27号变盘呢 我们来画一下 好 这个位置告诉我们 是波浪理论 时间周期到位了 对不对 然后再看一下 这个理论 时间周期 有没有到位 好 这是二十 二十七 二十八 米兹阁到了 江洋理论 到了 二十八 到了 然后再看一下 别的地方 还有没有到位的 好 这是这个三十八不到位 没关系 这是五十几啊 好 五十三到位了 五十三左右 应该也到位 没关系 我们看看这个位置 好 八十三 八十三不是很准 这个位置 什么三十八 对这个位置 这个这个 没看错 画错了 我说怎么不对呢 应该是 五十三 对吧 然后这个位置 是多少 八十六 先不算这个 八十五八十六的吧 八十五四的吧 八十五 八十六四的 八十五 先把它去掉 我们就用这个形了 一个是五十 一个是二十八 一个是五十三 二十八 五十三 这个上的点 将时间周期到了 然后呢 对称时间周期 这个位置也到了 这个环境比例的时间周期也到了 对吧 这时候呢 我们看有没有重要形象 看对一下 核对一下 核对一下 这个 我们的这个九月 这个九月二十七号 有没有重要时间 时间点 是不是变盘形象 有没有 我一看九月二十七号 查一下 油 火星换星座 冥王一顺行 两件事情 什么什么行情都翻转了 所以就找到了这个 好 这个油告诉我们 波浪油 增浪油 然后重要形象 还有两个 好 所以呢 变盘了 好 这个是怎么对的 对应了 好 符合哪一条 行音换星座 就这样就可以了 好 这是怎么去预测 大盘变盘点的 好 我们再看一下一些重要注意事项 第一个注意事项 大小级别的共振 一定要先看大级别 再小级别 第二次 时间周期不能 不要单独使用 需要和 结构 分型 指标 然后价格等 共同使用 互相认证 比如说我们呢 不要去只用时间交易 周期进行交易 有时候不是不准的 需要呢 我们再配合一下 其他的工具 比如说我们需要 这个 不让 比如说我们使用这个 12345 然后我们这边 算出时间点啊 用一个星象变化了 一个什么太阳 进入什么星座啊 各种星座 这个地方来了 然后这边 时间周期也到了 数学计算出来了 然后这边结构也到了 然后指标呢 告诉我们背离了 这样的话 成功率会更高一些 时间周期也会错 就是我说 所以止损更重要 有时候呢 我们这边朝底了 也有会错的时候 所以我们记得止损 时间周期是 直视反转点 高点和低点 判断方法是 星象的好坏 结构和对称等等 用其他的方法 来判断 这位置是高点和低点 好 第五点是 周六的星象呢 影响周五 周六如果发生星象呢 会影响到周五 然后周六的星象呢 会影响到周一 星象是加减一天 星象是发生 加减一天 比如说 比如说我周六发生的话 可能会影响到 比如说我们刚才 他说那个水星八月一号 那个就是影响是周六发生的 影响到了周一 形成高点之后的回落 好 路上影响最大 就是行星刚刚 在一起的时候 比如说是这个 一百 这边这个 这个太阳和月亮 在形成满月的时候 太阳和月亮 乘一百 一百 八十度的时候 一百七十九度 就已经在开心 影响了 太阳和月亮 一百七十九度 就相差一度的时候 影响就比 已经比较大了 好 这是关于时间周六 注意事项 我们看一下 还有没有 好 再说一下 日内交易 日内交易的话 我们怎么去算 时间周七呢 对吧 我们怎么能知道啊 这个这个大盘 在日内怎么进 什么地方 形成反转呢 好 只用波浪 交易对称和月亮啊 我们只需要看的是 因为我刚才讲过了 月亮 月亮什么来的 月亮的换性度 是控制日内变盘点的 我们刚才是日级别的 如果月内的话 我们可以用波浪理论 交易理论 对称理论 就可以预测到 大盘的日内反转点 或者个股的日内 日内的这个地方 大概是哪个地方 形成变盘点 好 那么有哪些情况 第一个呢是 月亮换星座 月亮出入下位 或者是移动一度 好 怎么来月亮换星座 怎么查的 这样来查的啊 月亮换星座 是这个位置可以查到的啊 比如说月亮 这个 月亮换星座 比如说月亮进入设计座 好 变盘点啊 比如说4.26就变成变盘点 就月亮换星座过程变盘点 然后是 这个月亮进出入下位 或移动一度 什么意思 比如说月亮 就跟某个行星在一起 比如说月亮啊 这个月亮跟金星 在一起就变成了 日内变盘点 月亮跟火星在一起 变成月 变成日内反转点 月亮跟水星 变成月 日内的反转点 好 月亮跟木星 变成日内反转点 这一直在变盘变盘 好 大家呢 不需要弄那么清楚啊 因为我们是那个话 用其他技术就可以了 这样去计算的话呢 类似去了啊 大家只需要记到啊 这个可以就行了 只需要知道 用月亮可以预测出来 大盘变盘点 而关于这个 这个 月亮出入上位 或移动一度来 我们能用哪个工具呢 用这个工具 就可以找到 月亮的变盘点了 怎么用呢 我先录个录像啊 大家以后慢慢慢慢研究 比如说我们想知道啊 今天晚上 这个今天晚上的这个 黄金或者等等的一个变盘点 怎么来预测呢 日内变盘点呢 好 我们把这个位置呢 日期改成今天 好 使用的工具是 好 这个是 Jung Pro Zilla Zilla Pro 然后呢 把这个位置 把这个步长的改成五分钟 然后我们就需要什么呢 点这个地方啊 我们观察什么呢 太阳和月亮的变化 移动一度就是变盘点啊 记得了 移动一度就是变盘点 好 比如说 月亮 看移动一度了 变盘点 这一度啊 不是分 不是分 好快移动了 好 这里 比如说 晚上三点 三十五分 我们找一下现在啊 我们找一下 现在 此时此刻的 这是这个位置 好 大概是越海下位啊 越海下位是几点结束的 是在一点 我再看一下这个 今天晚上太阳有动一度吧 太阳是在 我现在用这个月亮的吗 月亮是在 八点钟啊 八点钟变盘点 我们看一下今天晚上的这个八点钟有没有变盘点 全球 全球外汇 现在这个在动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用这个欧元 八点钟有没有变盘点 我们看看 八点钟 二十点 变盘点 就可以预测出来了 好 好 继续讲啊 就是日内变盘点怎么查的 就是用这个工具 这是 在这个我们图地群里可以下载到 好 这是说日内的反差点的 好 这些反差点也再讲一下啊 这个 月亮碰到天王星 闽王星 和海王星的时候 影响会大一些 因为 因为他们大足迹行星 影响会大一些啊 月亮遇到天王星 天王星 闽王星 海王星的时候 影响会大一些 因为他们是大足迹行星 月亮啊 比如说遇到天王星 闽王星 他们改变趋势的 会大一些 好 对 看来的这东西写了 月亮和大足迹行星 形成的相位 比小一 小级别行星 行成的相位要重要 已经讲到了 好 这样的话就是日内用占星 如何判断时间点的方法 好 包括重大行象发生的时间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位置 重大行象 4.07分 火星进入摩羯 之后 那么4.07分 就有可能变成大盘的变盘点 或者是其他的地方的变盘点 这个仅仅是 这个的话呢 日内的话 我们这么做的话很累 因为这样的话 一起一点去找 会很累 所以我们一般不会这么弄 不会这么做 好 如果以后做大家做黄金外汇的时候 想做日内交易的话 就可以用这个方法了 好 那么今天晚上就讲那么多吧 今天晚上就讲那么多 好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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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